3月5日晚,浙江卫视闪光的乐队巅峰夜晚美落幕 最终,由肖静腾、张碧晨、王林凯、信、张楚和胡宇童组成的金属兔夺得巅峰乐队称号 第一时间,记者也专访了闪光的乐队总导演范家居 从最初的节目创意,到艺人的邀约及组队,再到创新出圈等问题,范家居都做了详尽的解答 记者以下简称记,请问最开始是抱着怎样的想法做这档节目的 即,现在有不少玩乐队概念的综艺,闪光的乐队的独特性在哪里 有观众调态闪光的乐队又叫闪光的主唱,你如何看待这种评价 范,乐队的话题特性其实是在于,首先他是专业的音乐人做专业的东西 第二个是我们在打造的音乐社交的概念 我们通过的节目的代替,真的让二十多位音乐人在这里彼此熟悉 彼此生活,彼此创作,而且在彼此碰撞的过程中 他会了解什么样的曲风是他最喜欢,最擅长,最发光的 当中有很多嘉宾录完之后彼此感觉都很好 其实要让那么多嘉宾录完后,所有人都不出问题 而且感情反而是非常好的,这个是非常难的,原因就是他们真的对这个节目很热爱 然后说到闪光的主唱,当然一方面是我们邀请的嘉宾整体的一个分布是以vocal为主 因为本身音乐人是以唱为主的,当然我们当中音乐人也是多彩的 另一方面我其实是希望拓宽乐队的维度,希望乐队它本身是能够多样化的 它会有纯舞大剑制乐队,也有可能是电子的,天系化的,也有可能是有和声的 因为早期的那些乐团和声反而是很重要的 即,节目中集结了很多经典歌手和音乐人,也有很多神仙组合 这些阵容是如何邀请到的,有哪些歌手的加盟最惊喜,最意外 范,邀请嘉宾我们前前后后差不多花了半米的时间 一开始确定的其实就是肖静腾 因为他本身是创作和乐器都很擅长,是我们的首选 过程当中,梁龙也是前几位确定的 说到惊喜的话,其实就是张楚了,因为其实他是从来都不出来参加综艺的 可能是我们的节目模式打动了他 因为这里有很多音乐人,而且我们都是在搞音乐啊 没有淘汰,后面也有原创,这些点是非常吸引楚歌的 包括其实阿悦的邀约也很曲折 本来按他的计划,他应该失去结婚了 他的婚礼因为疫情什么的各种原因一直在延后 本来应该在去年半调了,为了节目又延后了 因为他本身就是做乐队的,他听到搞乐队 而且可以住在一起,可以露营,有很自由的一个创作空间 这些点给他很大的来的一个动力 包括杨长林杰也是,因为他希望参加一个专业的音宗 然后听到我们这个节目里面就是纯粹做音乐 确实我们在节目里也听到,他确实有很多很好听的歌 所以最后他录完了跟我说,来上这个节目非常开心 即,现在市面上乐队型的音乐节目比较多 怎样做才能出彩,觉得乐队音宗这种形式还能火多久 饭,怎么出彩这个点可能忍者见人吧 但音乐最重要的其实还是作品本身 首先是观众对音乐的一个喜爱度 它的专业性 其实前面我们在邀请嘉宾的时候已经有设计 我们会邀请一些有创作才华的人 像唐汉潇 金润吉 包括后面再加入的胡梦中等等 他们都有比较强的才华 第二个就是视觉 视觉的话,可能就是导演组这边花了比较大的力气 第三个其实真正需要好看 他还是得有梦想和精神 有朋友和伙伴 所以我们在做的时候 希望突出两个特点 一个是嘉宾的舞台魅力 舞台魅力通过前两个完成了 还有一个就是人格魅力 人格魅力我们希望通过社交去达成 所以我们会有嘉宾互相之间寻找自己的音乐之友的过程 后面我们会有After Party来呈现他们的人格魅力的部分 G,当初预想到节目会有那么多歌出圈吗? Fan,出圈那么多其实我还真没想到 包括有一些经典回忆引起的一些经典歌曲的再现 这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另外一个也是没想到的是 随着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一些破圈的点 比如说坤哥和成林姐的那个圈草花 比如说孤勇者 还有后面的日不落 还有当中的墨和舞厅 很多其他的点的一个创指 不能说我们是没完全想到的 但一定是会存在惊喜的 因为他使用了很多音乐人的创作在里面 有唐汉潇的创作 有亚东老师的 还有音乐人彼此的 成林姐杨坤的 包括还有那个摇滚图的组合 他也能被观众所熟知 即在节目录制的过程中 有没有什么让你印象深刻的事 但很多 有一次上文杰因为工作原因没来 空缺 但是选歌的先选 所以他的选歌环节没有参加 只能先选了一首歌 但接下去其他老师在选的时候 都没有选这首歌 因为其他人可能想合作唱其他音乐 后来张楚老师就非常温暖地 去投了文杰选的那首歌 希望跟他在一起 后面我们问了原因 张楚是担心文杰那人选的话 落单就会一个人唱 这个让我觉得 哇 楚歌真的太温暖了 太傻良了 其实我们导演组脑中 有一个非常完美的名单 比如谁跟谁组会能组成什么效果 但其实最后出来的效果 做出来的结果是不一样的 很多艺人还会过来跟我聊 来安慰我 反正我觉得就是彼此信任 音乐人和音乐人之间的情感 导演组和音乐人之间的情感 这样才能成就一个好的节目